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6年 说虎的女人 讲吧 有几个 第一次弟子梦见师父跟弟子说 弟子的名字叫李嘉信 但是不知道是安静的信还是干净的信 还是干净的信 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安静的信 然后第二次弟子在澳洲的时候又梦见师父说 弟子的名字后面是那个玄 有王子藏的玄 王子藏 所以弟子不知道是哪个名字好 李嘉玄好不好 师父 李嘉玄 李嘉玄 比较能够 比较沉稳 不容易出事 李嘉玄呢 有点有点冒险 但是呢 你能事业上做出点小成绩 李嘉玄 10 但是呢 几家近的话呢 哦 那就比较稳定 做什麽事 就能稳扎 稳打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师父 师父 弟子的叶环还有在吗 什麽号码 19063 哦,还在,还在 地址的业障比例多少? 蛮高的,27啊 哇,27 那个图层颜色呢,师父 几几年数什么的啊? 1986年时候的女的,天白的,是啊 这也是从上车梦见师父,师父说 地址的图层颜色,天白的 看见吗?一样吗?一样吗? 再请师父看一下,在一个莲花 二二一四一,难得 二二一四一是吧? 对,难得 1976年,属兔子的 二二一四一 二二一四一 二二二一四一 想看什么?讲啊 莲花是吧? 花的莲花,还有在吗?师父 在啊,还在 嗯 嗯 还在,师父,他也 上比例多少? 但是他不大干净了 1976年,他这朵莲花不干净了 不大干净了 嗯 哦 你好好比,师父 一上比例多少,师父? 二十八 十八 师父,刚刚1986年的这个啊 祭祀以后,上面有没有 袁宋宗,师父出家在师父的身边啊? 先好好念经,不要以为出家就是解脱 在凡间要好好解脱的话 首先要做得像个出家人 要守戒 出家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守戒 好的,师父 你守不住戒,你出什么家呀? 好的,师父 明白了吗? 好的,师父 好了 明白了,师父 答应师父 师父辛苦你了 好 刚刚从新加坡法会回来 六月份去参加师父的法会 好,再见 一定会跟随师父,黄华一生 是师父对人 答应师父 好,再见 师父辛苦了 师父,再见 答应师父,再见 喂,你好 师父,你好 请你帮我看我是七十年的老虎 我想看我的身体跟我的事业 我的身体是血压高的问题 七十年的老虎是吧 对,当然师父 七十年的老虎 嗯,现在真的不是太好 两个地方 两个地方 一个头啊 头部这个地方啊 有点偏头痛啊 晕悬啊 有时候头脏啊 对 对 明白吗 它这个地方有黑气 而且呢 像被人家下过杠头一样的 整天呢 有点萌萌叨叨的 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啊 嗯 明白吗 明白 嗯 还有就是腰部 腰不好 嗯 腰很酸痛 嗯 有点 这个地方有点黑气 还有就是关节 还有就是关节也不好 关节 嗯 对对对 嗯 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大问题 主要是啊 好像 从正常角度上来讲 像缺钙 好像就是缺少钙一样 实际上呢 你身上有很多的散灵 你要每天念往生咒 要念五十九遍 四十九遍 四十九遍不够 好吗 好 嗯 师傅想问一下 关于现在因为我血压 下面的那个reading 上到一百 我身上 我身上 医生怎么查都查不出问题 我 这个念小方式要多少算呢 啊 医生查不出啊 我帮你查出毛病了 啊 你这个 你这个脚啊 脚底啊 嗯 你这个脚底 经常去刺激他不好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什么 穿什么很硬的东西啊 或者走路走太多啊 有吗 呃 走路 走路比较多 啊 呵呵 你现在脚底的涌船穴这里 太厉害了 所以造成你现在低血压高啊 血压低 血压低 血压低血压比较高啊 听得懂吗 哦 就是脚板底 这样我怎么改善呢 你第一啊 不要去搓脚底板啊 不能搓 你要记住血压高的人 如果他 泡脚的话 水温都不能太高啊 而且不能活血太厉害 明白了吗 嗯 而且要不能刺激脚底啊 啊 ok好明白 啊这是一个 第二个们就是 靠几个穴位啦 啊 靠几个颌骨啦 取磁啦 来放下自己 你要经常做一个深呼吸啊 明白吗 嗯嗯 好我会 深呼吸的话 会让血压降低的 明白吗 对 上次师傅帮我看过 就是说我的呼吸 我的肺就是有点问题 好像氧气不太够 对啊 所以叫你要真的 我跟你说了 所以叫你要深呼吸啊 听不懂啊 嗯 好我明白 我会的师傅 还有师傅我想问一下我的工作 我 因为我旧的公司有找我 嗯 找过我两次了 有offer过我 我都还没回去 但是我现在 你几几年啊 你几几年啊 我70 70年老虎 只有公司找你 嗯 对对对 但是我都推了他的offer 算是现在这份工作好像做到 没有怎么样太大的进展 啊 请问师傅我换工作怎么样 70年的老虎 你是不是感觉人家叫过你之后 你就觉得你现在这份工作 没有多大的希望是吧 嗯 是可能 呃 感觉好像周围的同事 呃 有一些就好像叫他不来 而且他系统本来要upgrade 一直都没有 所以好像工作上就 在他系统方面 我可能有一点 还不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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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确对你现在很好 但是当时 你出来的时候 他的确对你不大好 你都要想好 对他不担任我 对他不担任 嗯 对对 是师真的师傅 你要记住 有中国传统文化上有一句话叫 好码 好码不是回头朝 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情愿自己把目前的工作做做好 至少没有给人家已经造成个不好的印象了 你要是过去的已经跟人家已经不开心过了 再回去总是不大好啊 听得懂吗 他又不是学佛人 如果他学佛人可能就会就可以忘记这些 学佛人到底不一样的他能够原谅别人 对不对啊 啊 对对对 是师傅 我叫他佛台还可以吗 七几年数什么 七十年老虎 佛台倒蛮好 嗯 感恩师傅 蛮好 菩萨有来过吗 来过 感恩师傅 好好念经啊 不让你生病已经蛮好了 跟你说了 你本来的肺要出毛病的积水了 菩萨保佑你的 明白了吗 对上次我打图腾 师傅也跟我说菩萨帮助我很多 啊 废积水啊 废积水 好啊 感恩师傅可以帮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吗 是王人 罗昆 义 罗是诗 上面一个诗吗 诗为罗 昆啊 昆是一个土 一个深情的身 然后玉就是玉色的玉 乾昆的昆 罗昆玉 啊 2017年王生 男的女的 男的 我爸爸 很难生上去 现在在阿修罗 哦 感恩师傅 因为那天师傅把我看了 说他又下来人到他本来在遇见天 感恩师傅 真的感恩师傅 我再努力 好努力吧 好了 还要多少张呢 继续努力了 不知道 嗯 这种 这种靠你自己的 好了好了 再见了 感恩师傅 拜拜 嗯 喂 你好 喂 师傅 喂 师傅您好 弟子给您请安 谢谢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请师傅看一个70年属狗的男的 师傅情况是这样 师傅他的妻子呢 一直在帮助他先生放生读小房子 给他先生读七遍金经和一百零八遍解节咒 教他先生相信佛法 学佛念经 请问师傅 他的妻子还需要怎么做呢 一直要做一段时间呢 不是这么快 嗯 他妻子脾气不好啊 听得懂吗 嗯 是是是 倔得不得了 倔到里边呢 你倔的话嘛 人家男人就不卖账呀 明白吗 嗯 明白师傅 很多女人 他很会妙法的 人家很懂事情啊 对先生很好啊 你要度他你要对他很好 而且你要真的 把他当成佛友一样 人家会感动的呀 人家不会感动的呀 明白了师傅 明白师傅 那师傅 他需要针对这种情况 需要给他老公读多少张小房子 放上多少条鱼呢师傅 多少张小房子多少条鱼啊 是的师傅 嗯 有的有的念 他先生现在目前 嗯 这个脑子还是蛮顽固的 他放不下 是师傅 是是是 你叫他有的念 嗯 好吧 不要没有什么急变的 念到他先生 成功为止 叫他七张七张小房子这么烧啊 嗯嗯 这会阻碍他 而且他 好的 而且他自己必须要改变成菩萨 嗯 明白师傅 好的师傅 那需要他需要放生多少呢 放生三百六十条鱼吧 三百六十条鱼啊 其实他们家就是说经济条件是比较好的 可以大放生师傅 大放生的最好了 嗯 如果能大放生的大改变 至少福气有了 福气啊 但是你要是老婆不改比较自己性格 毛病 但老公不会听他的 老公有自己一套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感谢师傅慈悲开示 请师傅再看一个61年属牛的女的啊 师傅 嗯 他的孩子给他转了有三十个佛台的功德 要再转多少佛台功德 他才可以真正的信佛念经呢 他的孩子一直帮助他的母亲 堵小房子放生 到现在已经转给他母亲三十个佛台的功德了 师傅 嗯 佛台的功德不大啊 好像 好像不是他自己做的佛台 嗯 只是他去参与 他去参与 参与对对对对对 师傅您说对了 是参与对 功德不大 转了转了二十几个 三十几个 对 没有三十几个的二十几个 二十几个哈 而且他给的很少 你别听他呢 他只给他一点点功德 哦 明白了 但是师傅 现在呢他的母亲已经不反对他儿子学佛念经了师傅 那就是 还要再增加点功德呀 转呀 嗯 好吧 好的师傅 那还需要怎么做呢 继续给他母亲独小房子放生 然后呢继续这样去做对吧 是 是 好的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师傅 弟子一直都是帮助众生问 弟子从来不问自己 请师傅慈悲 是师傅 是的师傅 感恩师傅 我说不是 你都一点不客气 还是 没有 没有师傅 没有 师傅 就请您到慈悲看一个同修一个盲人 他的名字叫张继安 继是继续的继 安的是安全的安 2010年往生的 请师傅看看他在哪里 男的女的 男的师傅 张继安 张继安 阿修罗的最上面 阿修罗的最上面 师傅之前看图腾说他在阿修罗道需要再念79张小房子 后来同修就梦不到了师傅 最上面呀阿修罗道 那师傅他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 再拱他一把有可能到欲解天吧 嗯 欲解天那需要多少呢师傅 嗯 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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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二张 七十二张 好的感恩师傅 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不让师傅背 感恩师傅慈悲 感恩师傅 好 师傅您保重好身体 师傅再见 喂你好 嗨 赶快讲赶快讲 61年 属牛的女的 她的孩子给她 转了三十个佛台的功德了 希望她的母亲 问过 刚问过 刚问过 那 问一下 五八年的狗身上有没有灵性 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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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有灵性啊 多少张小房子 放生多少 五十八张小房子 嗯 发生多少呢 发生要280条 好的 下一个 八四年的老鼠 难的 他今年有没有灵呢 八四年的老鼠啊 难的 今年有没有灵 有啊 有灵性 多少张小房子 放生多少 人家会给她个陷阱啊 嗯 哦 多少张小房子 放生多少呢 放生多少 小房子 小房子 我看一下啊 小房子 基本上 给她要大概六十四张 嗯 放生呢 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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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生三百五十条鱼 嗯 好的 就说化解经理那关 就能化了 是吧 是否是这样吧 是的 是的 嗯 你说的给她陷阱 是几月份呢 师父 啊 几月份 嗯 叫她七月底 要当心啊 嗯 哦 七月底 嗯 好的 好的 谢谢师父 她多放生就能化点 她解结咒念多少万遍呢 解结咒也用不着多少万遍 解结咒嘛 就念个三千遍就差不多了 三千 好的 谢谢师父 师父你从法会回来 你这么辛苦 你又开始做节目 嗯 谢谢师父的慈悲 好 再见 好 再见师父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 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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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我 感谢观看